女孩被吊了起来 一点点向前走去 没过多久就到了对岸 突然她惊恐地睁大眼睛 一只怪兽从黑雾中钻了出来 她的手比鸡爪还大 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对面的女孩 伸出小手 抬起无名指 在女孩脸上不停地摸 然后一把钻住女孩 用力一扯 把绳子弄断 救出女孩 把她带了回去 虽然小美哇哇大叫 可怪兽依旧无动于衷 仔细一看 这竟然是一只20米高的金刚 可能嫌小美太吵 她不停地晃动手臂 想把小美晃晕 安静一点 小美摘下脖子上的钻石项链 用力扎向金刚的手 她手一松小美掉到了地上 她站起来后就要逃跑 不过金刚迈了一步 就把她钻到了手里 跨过大桥后 向森林深处跑去 把小美扔到地上后 发现她昏了过去 怎么叫都叫不行 金刚一转身 坐到了台阶上 吃起了甘蔗 半天过后 小美醒了过来 想从后门逃跑 突然一只巨手拦住去路 她怎么逃都逃不掉 金刚非常愤怒 朝她不停地嘶吼 小美慢慢站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金刚 使了一招黑虎掏心 吓了金刚一跳 她以为小美又晕了过去 低下头想看个究竟 突然小美跳了起来 把金刚吓得连连后退 随后小美卖力地表演着节目 逗得金刚哈哈大笑 不过金刚最喜欢的是 把她推到地上 看着小美摔倒时滑稽的表情 不过小美非常生气 对着金刚大吼起来 一根巨大手指推倒女人 她刚爬起来 又被推倒在地上 她抓起女人 等她站稳后 又推倒了 金刚还兴奋地垂胸顿足 大笑起来 不过小美非常生气 让她赶紧助手 金刚也很不高兴 用力垂了下地面 一声大吼 转身垂断石塔 掀翻石头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突然一块巨石掉了下来 砸中金刚的头 她晃了几下 没有摔倒 然后迈了几步 轻轻一跳 抓住石头走开了 小美趁此机会 赶紧逃了出去 突然她停了下来 一头怪兽正在进食 吓得她赶紧后退 可刚一转身 一头大蜥蜴正盯着她 她躲过攻击 快速向前跑去 钻进了树洞里 可蜥蜴不死心 张开大嘴拱了进来 可没一会儿 她就被拽了出去 另一只蜥蜴也被吓跑了 可她刚跑出来 回头一看 一只霸王龙正死死地盯着她 吓得她转身就跑 虽然霸王龙个头比较大 可跑步速度并不快 小美专挑数多的地方跑 然后躺在草坑里躲了起来 霸王龙走过来 找了半天没发现人 然后悄悄走开了 而她不知道的是 危险并没有解除 旁边还有一头更大的怪兽 女孩趴在地上向前走去 丝毫没有发现旁边的危险 一头恐龙正死死地盯着她 她扭头一看 恐龙张开大嘴就咬 女孩急忙躲避 恐龙用头撞了下木头 女孩被震飞出去 在这危急时刻 金刚赶了过来 踹了恐龙一脚 然后接住了小美 金刚单手跟恐龙打了起来 正在这时 另一头霸王龙出现了 迈了几步走到跟前 朝小美咬去 却咬到了金刚的胳膊 金刚轻轻一抖 甩飞两头恐龙 她用一只胳膊 跟两头恐龙打了起来 虽然金刚勇猛无比 可还是处在了下风 总是被咬到胳膊 他们打着打着 来到悬崖边上 把一只恐龙甩了下去 金刚抓住石头 没有掉下去 然后她抓住 另一只恐龙的脚 用力一拽 也把他拽了下来 可恐龙死死咬住金刚的腿 就是不肯松口 三人同时掉了下去 幸好下面都是藤蔓 把他们缠了起来 可霸王龙还是不死心 张开大嘴向小美咬去 幸好总踏0.01米 但金刚是爬树的高手 在这里抱垂霸王龙 让他的头跟石头 来了个亲密接触 在激烈的斗争中 他们都掉了下去 小美站起来就跑 恐龙张开大嘴咬了过来 危机时刻 金刚赶到 他们两人对峙起来 霸王龙以一敌二 有点害怕 金刚上来就抓住霸王龙的嘴 想要扒开 可霸王龙非常不配合 拼命地挣扎 金刚垂了他两拳 这才消停了 他一用力把嘴掰开 恐龙就死悄悄了 金刚抓住小美 扔到肩膀上 然后快速向家跑去 男人拼命向前跑去 后面跟着几只大家伙 可跑着跑着 男人摔倒在地上 同伴见状 急忙跑过来 扶起了他 眼看万龙越来越近 他们赶紧向前跑去 可扛着这么重的东西 男人根本跑不快 没过多久 万龙就追上两人 他们在恐龙脚下穿梭 灵活地躲避着大腿的袭击 不过也有倒霉的哥们 突然几只迅猛龙冲了出来 轻轻一跳就趴到万龙脖子上 万龙一扭头 把他甩了下来 奔跑途中 迅猛龙快速追了上来 朝人们咬去 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毕竟人更灵活一些 他一个不留神 被万龙踢倒 踩到了脚底下 这个小伙就比较聪明 他躲到石缝里 抱着枪欣赏着恐龙的跑步训练 突然头上落下灰尘 还有黏黏的液体 他抬头一看 窝了个乖乖 恐龙张着大嘴死死地盯着他 吓得男人转身就跑 一拐弯 他们来到一处悬崖 男人跑得太快 差点掉下去 而老大爷正在发呆 被恐龙挤了下去 恐龙也站立不稳 掉到了万丈深渊中 可恐龙太多 悬崖边上的石头都被踩了下去 之后来到一处峡谷 跑在最前面的二货 拿起AK就突突起来 正好射到恐龙腿上 恐龙站立不稳 摔倒在地上 后面的恐龙来不及刹车 就被绊倒了 接下来就发生了连环踩踏事件 恐龙们玩起了迭罗汉 这次车祸造成四人死亡 他们稍微整顿后 来到河边 开始了新的冒险 原始丛林中 几人正在划船 水里有东西游了过来 仔细一看 竟然是只大蜈蚣 男人拿起棍子 把他砸死 可越来越多的蜈蚣 卡上了船 人们拿着工具 不停地驱赶着 可蜈蚣越来越多 正当他们招架不住时 蜈蚣都跳到了湖里 非常的蹊跷 正当他们戒备时 小船突然晃了一下 要知道上面还坐着 十多个人 什么东西这么大力气 下一秒 小船就被高高顶起 怪兽拖着他们 不断前进 突然小船从中间裂开 一条大鱼钻了出来 眼看怪鱼离自己 越来越近 小帅拼命向前游去 怪鱼咬到树枝上 他这才逃过一劫 可其他人 就没这么好的运气 怪鱼张开大嘴 一个跳跃 把男人吞到了口中 重重地落进湖里 见此情形 大壮拿起机关枪 疯狂地向怪鱼射去 不过还是把船顶翻了 然后怪鱼快速游了过来 大壮躺在木头上 又是一顿猛烈输出 把怪鱼吓跑了 几人赶紧爬上了岸 幸好相机没有坏 大壮试了一下 还能用 可当最后一人上岸时 怪鱼突然窜出 把他咬到嘴里 然后摇头白尾地 钻进了水里 这一幕 刚好被大壮露了下来 成为男人最后的回忆 他们继续在丛林中冒险 抓住一只鸵鸟 之后来到一座大桥上 突然他们停了下来 男人拿出机关枪 走到最前面 其余人在后面放风 正在这时 男人开了枪 一只大猩猩跑了出来 把男人抓到了手里 猩猩小手轻轻一挥 就把男人攥了起来 他拼命挣扎 就是出不去 其他几人站在桥上 不敢轻举妄动 男人死死盯着大猩猩 举起手枪瞄准了他 然后拉上保险 刚想射击 就被大猩猩扔到了石头上 一头栽到深渊中 其他几人举枪就射 大壮不慌不忙地露着相 大猩猩紧走几步 用力垂了下木头 几人站立不稳 掉了下去 猩猩攥着木头不停地摇晃 想把几人都晃下去 还有人不断地开枪射击 想击毙大猩猩 他更加愤怒了 抱起木头 不停地翻转 最后更是扔到了万丈深渊中 幸好峡谷比较窄 木头下落的速度很慢 下面还有腾慢做缓冲 几人掉到地上 都没有受伤 可下面也不太平 无数气泡冒了上来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两米多长的虫子 它有长长的脖子 尖尖的牙齿 朝着人们弓了过来 幸好他们身体比较脆弱 拿刀就能砍断 地上还有很多其他虫子 他们跟虫子大战起来 可虫子又多又大 非常难对付 关键时刻 队友及时赶到 拿着机关枪不停地扫射 没过多久 悬崖上的虫子就被消灭干净了 他们顺着绳子爬了上去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这竟然是只一百米高的金刚 直升飞机把他团团围住 要为战友报仇 金刚刚转过身 无数子弹朝他射来 他大声嘶吼却无济于事 子弹越来越多 金刚非常愤怒 跳起来哭吃就是一拳 捶爆飞机 其他人还在疯狂地射击 金刚快速追了过去 顶着密集的子弹 纵身一跳 两架飞机就撞到一起 地上的人拼命逃跑 结果被踩成了漏饼 然后抓起一架飞机 扔到空中 撞向另一架飞机 跳起来后又捶爆一只 一转身 抓住飞机抡了起来 砸向另一架 没过多久 几十架飞机全被摧毁 他们为自己的愚蠢行为 付出了代价 金刚张开大嘴 咆哮一声 表示亡者归来 然后转身离开了 他们准备好物资 再次出发 突然水面不停地晃动 一只大家伙抬起了头 仔细一看 这竟然是只山羊 他一步步向岸边走去 几人非常害怕 小伙想开枪 却被阻止了 感觉到没有危险 山羊一扭头离开了 这个人正在喝水 下一秒水壶落到地上 嘴里插了根竹子 顺着竹子望去 竟然是一只两米高的竹节虫 他们拼命射击 可没什么效果 仔细一看 他长得跟大号蜘蛛差不多 用刀砍断虫子的五只脚 这才取得了胜利 那是一只颜色 大号蜘蛛 不可以 难道